加州州长纽森5月4日宣布正式启动CAVS Hate 这是一个新的多余种全州热线和网站 为仇恨行为的受害者和证人提供一个安全匿名的报告选择 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资源 包括心理健康服务、法律帮助、甚至住房援助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说法 CAVS Hate是对加州报告的仇恨犯罪上升的直接回应 近年来,加州的仇恨犯罪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2020年到2021年增长了近33% 洛杉矶警察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最近的数据包括有关种族偏见、仇恨相关语言等的报告 加州民权部门指出 如果有人打电话 他们可以联系到会说200多种语言的人 将为几乎所有在加州打电话的人提供语言服务 分楼上转 Candid话 如果有关种族的人提供 再想让他继续听 我们下转发我们下转发 语言人员